监察院也应该作为一个我们行政机关的在编列预算的一个表率 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不是秘书长也赞同 当然 好谢谢 那回到就是说我们先回到这个预算的部分 第一个我想请问一下秘书长 就是关于刚才其实前面已经有很多委员提到的 就是关于调查巡查业务 这个按照这个调查巡查业务 我们看到这个监察法第三条的规定 监察委员是可以分区巡回监察了 那但是呢我们看到今年监察院在编列这个业务的预算的时候 是两千一百多万 那这里面呢有一个 有一个一般事务费是六百五十二万 另外还有一个六百五十二万这里面是讲说 支付咨询调查翻译啊等等的 像这个费用 可是呢另外一个项目编列就是按日案件 即支筹金六百三十七万元 那这刚才其实我们赵伟也有提到 那我刚刚有听到就是说 好像我们的呃成员在回答的时候讲说 这个是在那个公报上面的打字的这些的费用 是不是 可是可是可是这跟那个 跟预算书啊 不是不是不是啊 那刚才回答的是说公报的是什么 那是另外一件事 对六百多万这个不是 啊 六百多万啊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 这个毕竟我们的调查工作啊 嗯 他是一个对一个一个单一的事件做调查 是 那单一的事件调查事实上不可能啊 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这个单一 由单一能够延伸到一个面的一个研讨啊 所以我们每一年大概有七到九个研究报告 那这个七到研究研究报告呢 是由委员指导这个调查官来完成 那这个七到九个专题报告 是由七个委员会就在去年 我们的一个调查的工作的过程当中 来形成哪些能够由一个件事情 能够变成一个大家 给行政单位一个 好 理解 秘书长 因为好 这个案日案件记筹啊 本席在看到的时候啊 会以为就是说 因为如果是在我们原来 监察委员的这个职长的范围之内 这个地方呢 就容易让外界会认为 是不是有其他额外的一个补助啦 那刚才秘书长你也提到 就是说也厘清了 其实这个六百多万的部分 其实并不是像外界所猜想的 是对于委员的额外的一个补助费用 而是实际上面有各个报告出来的 专案的报告出来的 那这个部分呢 那实际上面像 像我们编列的这个明年到底要做多少个报告 它会等于是六百多万的 这个再麻烦秘书长 会后的时候再用书面回复本席啊 那下一个我要提到就是出国的这个经费啊 出国经费的部分呢 我们看到了就是说编列 刚才秘书长在那个林正恩林委员提到的时候也说明了一下 可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出国考察的部分呢 我们看到监察院在这个 他编了一个委员外国考察 一百五三万金额不是太大了啊 可是里面呢 按照监察院巡核监察办法的规定呢 巡查的目的只有现在行政院 以及所属机关工作设施有没有违反失职啊 或者是说中央或地方官员有没有违反失职啊 或者是说调查政府各机关的预算 好像没有看到就是说监察委员 他需要到国外去 除了您刚前面提到就是说是国际会员的这个member 你要参加那个member之外 其他好像看不到就是虽然金额不大啦 不过我觉得它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就是说有没有我们的委员监察委员 我们是要编了一个预算 让他们到国外去调查案件还是 这个是两方面的思考 第一方面呢 现在国际的一个监察潮流啊 结果比方讲现在负民官 没有这样因为我有时间的关系啊 这个您用书面的回答 因为我们下午也会审查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在您编的这个费用里面 你要派30个人出国啦 可是我们的监察委员不是只有29个人吗 那这个多一个人到底 院长副院长不在这里面 OK好 然后同学有三个 好谢谢 那这个可能还麻烦您 就是说会后用这个 那个书面的回答本席 或者我们在下午讨论的时候可以 好那我要回到一个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呃 营证案啊 现在闹的这个 肺肺洋洋 对不对 那这个营证案的部分呢 它对于我们的四大基金 也造成相当大的一个创伤 最主要其实还不是只有 这个金额的亏损而已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呢 是造成我们整个证券市场 它的安定 还有它的信赖 那对于这个 那对于这个营证案呢 我不知道 就是说作为我们全国的最高的监理的机关呢 我们的监察院呢 对于这个案子有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处理的措施 我们现在这个案子啊 已经成立了专案在调查 是 什么时候成立专案 因为因为按照 因为事实上 是这个案子的 这个上个礼拜 我已经立案调查了 上个礼拜 对 那这个调查 这个完全只有 有委员的独立行事 我在 我的立场 没办法再 理解 理解 但是 美国长 我只是要请教您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是在于 其实这个案子 虽然是在最近的媒体披露了 可是在事实上 他事实上很早之前 就已经 行政单位已经做了这个 惩处的一个动作出来嘛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 我们监察院并没有做任何的一个处理 直到今天吗 还是是说 其实这个案子启动的调查 在他最早的 已经惩处的时候 就已经做了 就已经立案 也已经开始调查 而不是今天 在上个礼拜才立案调查的 这个我们基本上啊 一个事情出来之后啊 我们有个业务处 那业务处本身要就这个问题 要做一个详加初步的研究 然后形成一个计划之后 我们签报给职委员来 职委员来合批之后 然后再开始进行下一步的调查工作 所以这个前面有个前置作业 是 没有讲 但那个不是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说 这个案子到底是在最近 才发生 监察院才开始启动调查 还是在以前就有了 因为这个以退辅基金 我们单纯用退辅基金来讲了 退辅基金 它的这个工人员退辅基金 委托经营办法第17条啊 它里面就讲到 受托机关或保理机构 每日啊 每一天呢 不是定期的 每日应该要把前一天 营业日的受托基金禁职 投资明细变动情形 受基金管理委员会 所以理论上面来讲啊 理论上面来讲 这个事情啊 应该是在很早的时间 它就已经可以发现了 就远在于金管会 它陈储之前 其实就应该可以发现了 委员你的意见 我认为是蛮好啊 但是我们因为监察前 是事后监察啊 是 那任何东西怎么去介入啊 这个讲说话 哪呢是很难的啦 是 你说我们在一个行政 作为在处理过程 我们就马上介入啊 这个往往会造成 不必要的困扰 是 所以往往就在一个 告一段落啊 事情明朗之后 我们才可能 所以这个 这个可能 跟委员你的要求 可能有点落差 没有没有 我不是要你要介入 我其实我的 我的观念反而不一样 是 我认为司法独立啊 对 那对于监察院的部分呢 你负的责任 事实上是对行政单位 他有没有依法行政的监督 对 啊 所以我倒不认为说 你是要去干预司法 或者是干预行政 那个不是本席的意思 是 本席的意思是说 嬴政案的发生 其实不是今天发生的 是 他已经发生很久了 啊 那发生这么久的期间 到底监察院是有启动 还是是没有 等到今天已经闹到说 四大基金亏损的时候 才启动 那这个会不一样 这个就是说 感觉上面来讲 就是说监察院 有没有尽到 善尽到 职责 啊 所以本席的 本席的问题是在于 并不是说要求监察院 要在事情发生的时候 去介入 然后去影响审判 都不是 只是单纯的 监察院的职责 是在于依法行政 看看行政机关 有没有依法行政 那这个事情 既然它发生 已经有一段时间 在那段时间发生之后啊 有没有行政单位怠惰 比如说像 如果当时 就已经有纠举的 行政单位怠惰的话 那么也不会 到今天 让我们四大基金的 这个损害呢 事实上持续的亏损 所以这个是本席的问题 也就是说 并不是要你介入 而是说 在事情发生之后 有没有立即引起 我们监察单位的注意 或者是说 行政机关 在发生事情 有做惩处之后 它是不是有会 监察单位 还是说监察单位 是非常非常被动的 等到事情闹得很大的时候 才会介入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我想我这个委员 你这个指教 我认为是值得 我们来检讨的 谢谢 那基本上 真的是过去 我们并没有 很多的注意力 摆在这边 这个是 的确是我们要改进的地方 是 我的建议是说 我的建议是说 可能在本位的工作 先做完之后 像很多本院的委员 其实对院长 王院长有一点点 这个对他对外的这个批评呢 有一点点不以为然 那当前前面 赵伟在问的时候 秘书长也提醒了 大家就说 其实他是被断章取义的 那我们总希望说监察委员呢 能够先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 那我最后一个 因为我时间到了 我最后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公务车的用途啊 我们公务车的用途 我们非常疑惑的 就是说我们编了 我们先不管说 车子要不要态换 基本上来讲 本期其实也认为 在今天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 其实车子还没有到十万公里 我们看到很多的车辆 都还没有到十万公里啊 有五部车只有九万公里 你就要态换 其实车子十万公里 很多车都未必态换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态换 是不是有必要 我们先不论这个东西 我们回到公务车的用途啊 我们看到在监察院 监察委员使用车辆规定 第三条里面规定啊 说监察委员使用车辆的用途 除了一般公务之外啊 还可以包含资源 婚伤喜庆跟其他用途 这个啊 在现在来讲 我觉得这个社会的氛围啊 它会非常非常的不好 所以是不是考虑一下 就是说对于监察院的 这个使用车辆的规定啊 是不是该修正了 因为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其实因为修正之后 因为你没修正之前 监察委员按照内部的规定 他做这样的事情 你也不能够讲说他不当 或违法或不当 可是在今天大家都应该 努力的在本业的这个公务上面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婚伤喜庆啊 或者其他用途 他可以用公务车 这个外界不了解的时候 我觉得也容易引起外界的误会 认为公器失用了 所以这一点呢 跟我们监察院互相勉励 谢谢 谢谢 感谢